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其实我一直强调就是整体台北股票市场的多方格局它都没有改变过 因为你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现在目前为止月均线它还是上扬的 那一条上扬的均线它就是支撑它不是压力对不对 那这里有一个量大的高点 所以量大高点它不是最高点的位置 未来整理过后它会再继续挑战之前 历史新高的位置 所以对于行情的走势 你不能太过于偏空看待 尤其是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之前 内股之间它就会走一个轮动 而且走一个轮涨的模式 然后慢慢的有一些底部的股票开始上来了 高档的股票做的休息 休息完它会持续向上去创新高 所以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包括2008年的金融海啸 甚至欧债危机出口衰退到中美贸易大战 中美贸易大战这次走得比较短 那是因为突然之间爆发一个武汉肺炎 不然正常利空结束之后 通常反转的时间大概会有两年的多头的时间 大概会有两年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市场上面看控的一些专家 他们发表了一些言论 基本上我认为他们唯一一个看控的理由 就只有指数来到历史新高 他就只有指数来到历史新高 但是这些看控的人 其实基本上在一万点上面 就已经开始看控了 一万两千点还是看控 那未来一万三一万四到一万五 他还是会持续的看控 所以不是为了做空而去做空你知道吗 趋势没有转变之前 行情没有出现一个转折讯号之前 你在这里做放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它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你看到说整个贵买指数 大家都觉得它涨很多 但是我说第160点的贵买 现在连历史高点的一半都不到 它连一半都不到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去放空 你觉得说你向下的空间很大吗 还是你觉得向上的空间比较大 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这个历史的高点 加权股价指数已经先过了 那未来贵买市场呢 贵买指数的部分 会不会也跟上加权指数的脚步呢 所以我们的操作上面 你只要掌握节奏跟tempo就好了 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那你现在看到很多的利空 包括美国的GDP暴跌 很好啊 这个暴跌很棒啊 因为有暴跌的关系 你明年开始 整个基期非常的低 我只要成长一点点 就会变成爆炸性的成长 它就会变成一个大成长的走势 所以你看到现在暴跌30% 那你明年再看呢 它会不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暴涨30% 那如果整个经济的数据 开始呈现一个暴涨的状态 那你认为台北股票市场 不会持续的创新高吗 所以呢 对于股票市场的震荡哲理 你真的不用太害怕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有一个疫苗的东西 它都还没有出来 疫苗的部分 现在全世界的疫苗 它都还没有出来 这当疫苗一旦出来的时候 才是真的 全球股市会大幅喷出的一个机会 它才会大幅喷出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股票 都还相当相当的便宜 都还相当的便宜 那你现在看 我们举几档例子来看 像3008的大立光 它现在就是在3700 3800这边做一个震荡整理 那很多人觉得它很烂 对 因为它现在没有资金在买 所以它没有上去 它没有动 那也因为像大立光 它都还在底部的位置 你告诉我真的台北股票市场会有泡沫 那只是你现在看到的 就觉得说它很弱 看起来它没有动 但是一旦它复制这边的走势 那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它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可以数扣过来 你去思考看看 包括很多很好的股票 2474的可能也是 它都在低档的附近 那这些股票都还没有大涨 你说台股会出现泡沫 真的比较难 真的比较难 所以我们focus的焦点还是在哪里 还是在现在有人在买的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 甚至说有一些产业面 已经出现一个大改变的 比如像台积电 对不对 大家都很好奇 台积电为什么可以从200多块钱 涨到400块 光今年的涨幅涨了将近70个percent 涨了70个percent 那你说台积电大涨之后 大涨之后 很多投资朋友的想法 甚至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都告诉你要去买什么 买联电 买世界先进 所以你看到联电有没有 因为台积电大涨的关系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但是请你注意 如果你看BIOS指标 你就很知道一件事情 当这一段第二波在做上涨的时候 请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BIOS指标已经来到高档了 它已经来到高档了 所以今天早盘跑去做追价了 还凶死了 现在又被套在相对高档的附近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股票 而是在于你的节奏上面 有没有掌握好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联电有人赚钱 因为他在底部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但是有人带你去做追价的话 有人带你去追在高高的位置点上面的话 那就带你去赌博 那这个做法叫做赌博的方式 它叫做赌博的方式 那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既然台积电在大涨 台积电上来了 全世界的先进制程的订单爆炸了 包括5奈米 7奈米的部分 现在全部的产能都都满载 全部通通满载 所以全世界的资金开始疯狂的往台积电 去做移动的时候 它的下游的产业绝对比它竞争对手 表现得来得更好 因为5奈米只有台积电有啊 你说连电它有5奈米吗 它连10奈米都没有 那你去买连电 你觉得它会跟上台积电的脚步 那就很奇怪啊 那个逻辑上面就不通嘛 我的竞争对手 它的制程比我落后 然后我今天因为我的股价上来了 所以我的竞争对手的股价也会上来 这个理由很奇怪啊 包括就是说有人 假设今天有两家牛肉面店 公司附近比较有名的叫做林东方牛肉面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嘛 对不对 那林东方牛肉面它的生意很好 就代表说它隔壁的那一家 也是卖牛肉面的 比较不知名的牛肉面 它的生意就会跟林东方一样好吗 不会嘛 当然不会嘛 不知道嘛 所以重点在于说 你怎么去评估它 当台积电涨上来了之后 你不一定要去买台积电 真的涨很多了 但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会不会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然后发大财 赚大钱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追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涨多了 你290块钱没有买的 你现在只能等待 等待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 等待我的指令来临的时候 你再去做布局的动作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你要focus的焦点 叫做台积电的供应链 包括有一些设备的部分 甚至最重要的 我说在制程的部分 在制程那一方面 所以有一些个股 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嘛 所以帮大家整理出来 包括在整个化学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化学跟特殊气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是其他 包括三星 包括很多Intel 他们是学不来的 因为他们找不到嘛 他们找不到配方在哪里 那跟台积电做配合 你也不可能把台积电的配方给别人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他们会跟着台积电 持续的向上做成长 只要台积电未来5奈米量产了 7奈米量产 7奈米已经量产了嘛 5奈米量产 3奈米量产的话 这些特殊的化学药品 它的整体的营收获利 也会跟着大幅的提升 它也会跟着上来 所以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谈过啊 像这支股票为什么有人在买 有没有突破量出来 整理量出来 量占比从800来到200 这样子跳升哦 从原本的默默无名 这样子提升了将近600个名次哦 600个名次 以前都没有人在谈这档股票 但是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资金 来去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开始有人在买了 开始有人在买 股票怎样会去 有人买就去了 公司如果贪钱 有人会先知道 有人会先知道 先知道他就会先买股票 先买股票量价关系 就会产生讯号 所以技术分析 就会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强势股拉回 你要站在买房 你要站在买房 所以你看哦 当时我们买剩衣的时候 1773剩衣好不好 买在105.5元嘛 当时我的投资朋友 可以成交在105块 可以成交在105块 所以呢 1773的剩衣 当你买的点位是对的 到今天为止来到110块 Everybody都是贪钱的 对不 那重点是在于说 他最近开始陷入一个震荡整理 开始在这个地方做整理嘛 那为什么会整理 因为目前的扣底值 在这个位置点上面嘛 他刚扣底完高值 未来准备要扣底下降区间 我现在的成本 遇到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要先做一下整理的动作 但是三角收敛形态 一旦我的均线开始上扬了 我的扣底值开始往下扣 那我的均线开始上扬的时候 他就要准备开始启动了 他就要开始启动了 所以量说整理是好事啊 它是好事啊 这些个股里面其实还有很多 真的还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 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 所以你与其去追连电 那种已经长到天上去了 甚至台积电的竞争对手 我告诉你 那个会被打趴 那个会被打趴 你只有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的跟上台积电的脚步 跟上他们工艺电的脚步 你才有赚大钱的机会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怎么看啊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播话已等就对啦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那我刚跟大家谈 就是在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如果说你今天看着台积电大涨 然后跑去买联电的话 那我觉得说 这个分析的角度不够清晰 他可能对于 你的老师可能对于 这个商业的形态不够了解 那基本上台积电它既然是主流 那我们就跟着老大哥做 我们就对老大哥赢就好了嘛 老大最大的大哥 最厉害的大哥 他有办法横扫千军 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当然他的小弟都不会太弱 他下面的厂商都不会太差 他都不会太差 所以呢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我刚跟大家谈的包括剩意的部分 他早就已经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嘛 那甚至这一档标的啊 我当时我把它盖起来啊 我把它盖起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说 他一样 他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他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整理量出来 突破量出来 量占比从500来到200 前进了300个名次 那我问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是怎样有人在买 看到嘛 公司探险有人会先知道 所以他早就先做布局的动作啊 所以呢你看我 当时跟大家谈的时候 他这档股票叫什么 1717的藏心嘛 我说未来他的均线 他会转回上扬 所以呢突破量出来 整理量出来 量占比从500来到200 你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你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嘛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当时我的买的价位在这个地方 7月23号的时候 1717的藏心 32.3元市价买进 32.2元可以成交 他没有大涨 他并没有大涨 但是你今天看 藏心怎么样呢 一字马锁住了 现在锁了十几万张 现在锁了十上万张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我说这里 为什么有大量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这怎么有人在买 但是他买完了之后 他会做洗盘的动作 一定给你洗掉 他把你洗完了 他未来才有空间 他才有筹码 继续做拉抬嘛 所以台积电的供应电就这样 一档接着一档 未来会一档接着一档上来 藏心他只是刚开始而已嘛 今天锁住了 我说真的 你低档没有买的 你今天想要去追 不好意思你弄了没 你连追都追不大 这个就是节奏你知道吗 当我看见了一个讯号他出来的 台积电 今年的获利很好 甚至明年还有大爆发 大成长的机会 英特尔订单准备进来了 那相关的供应链 当然跟着吃香喝辣 老大哥吃肉 小弟也有汤可以喝 但是这个汤 光这个汤就很饱很饱了 就让这些小弟们真的赚到饱了 所以你有必要去追价吗 你有必要去追那种 已经涨到天上去的生计吗 我说真的 你今天要一档 生计股再涨个一倍 再涨个两倍 它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它向下的风险 非常大的情况下 我不喜欢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就不喜欢去买这种股票 那我喜欢买这种有没有 它在底部整理的 这里有人在买 有人偷偷进场做布局的动作 可是回来整理完之后 开始准备要向上走高的 因为这种股票 我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 自然它会无穷的 而且它跟台积电又有关系 那为什么不敢买 那为什么不买 因为你没有我的抠讯 所以你会害怕 甚至你跑去追了谁 你跑去追错股票 跑去追错的连电 那当然啊 有人在探紧 有人在历史新高上面持续的赚钱 但是看错的人 他就很容易掏在历史高档附近 高跟低不存在 但是不代表每一档股票都会涨 你一定要选对标的 你要选对标的 你才有办法赚到大钱 你才有办法赚到大钱 所以包括在 我刚刚跟大家谈的 像台积电的供应链 长线上面我觉得 回档都是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买点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 你不要用追价的方式 买在量缩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站在买方 所以你看包括5G 我当时跟大家谈了 台积电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钱 因为5G是今年爆发性的题材 今天整个大爆炸了 真的整个大爆炸了 包括5G的智慧型手机 包括基地台的部分 今年的整体的整个成长性 都非常的高 那当然这些成长性很高的 这个股票这个产业里面 当然就会有标股 就会有机会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你的产业没有成长 比如像塑化好了 台塑它为什么不会动 因为油价在跌嘛 那你去接台塑当然 现在来讲1301的台塑 它当然空间就不大 现在的空间就不大 因为产业面 并没有出现一个改变的讯号 油价没有大涨 当然对它而言 它的价差利差不会太大 但是一旦油价开始涨的时候 它未来也是一档标股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那现在大家都把钱放哪里 你看到纳斯达克创新高 费城半导体创下历史新高 电子股啊 电子股才是主流 电子股才是现在的重点 所以你看包括5G当时 我没有叫你买什么 我就叫你买它 Wi-Fi6的模组 当5G的使用量大增的时候 Wi-Fi6的模组它也要改变 我们现在手机里面 用的都是Wi-Fi5的 都是用Wi-Fi5的模组 但是因为5G的关系 我们传输量变大了 那变大了之后 假设你的Wi-Fi没有跟上去 做改变的话 那5G的效能 它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出来 所以Wi-Fi6的射频元件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里面IC设计的部分 全世界没有几家在做 台湾就有这么一家 就有这么一家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说 这里量占比从300来到900 300来到900 哇这个大成长 因为你光量占比 你要成长100 就已经是非常难了 重点是它不但成长100 而且它来到前十大 它来到市场上 前十大的交易的金额 那重点就来了 这个资金 它流入的量这么大 那你告诉我 这边在买的人 它是一般的散户吗 散户不会在这个地方 去做追价的动作 你不可能这样买 它只会去买什么 买那种国具 华兴科 那种长期在低档的 然后要死不活的那种股票 那个他们最爱 可是这种股票呢 未来成长性高的 获利能力有大幅成长机会的 这种股票通常都是法人在买 但重点是它还不会告诉你 它都不会跟你讲 你有看到法人调升它的目标价吗 都没有对不对 它一直在调升联发科啊 它一直在调联发科 调台积电 但是就不跟你讲它 那重点是它真的有人在买啊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量占比已经告诉我300来到900嘛 所以这支股票有人在买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量缩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点 量大是风险量小是买点嘛 所以呢当时它量缩回来 我叫我的客户 我叫我的投资朋友挂哪里 挂245块钱 245块钱市价买 涨停板的价位你给我挂进去 因为你只有挂涨停 你才有办法成交在哪里 233块嘛 分盘交易不好买 可是你一样买得到啦 你一定都买得到的啦 你一定都买得到嘛 买完了之后开始啊 大涨之旅有没有 7月20号来到245块 价差12元 7月21号来到259块 没有涨停喔 都没有涨停喔 价差26块了 上来了嘛 包括7月23号的时候 来到265元 它也没有涨停 但是价差成长了 又来到32块 又赚了32块对不对 然后到7月24号的时候来到285 哇 一张价差52块了 一张价差52块了 一张价差52块钱的意义是什么 光一张的价差差了5万2 差了5万2 那10张呢 52万欸 10张就52万了欸 所以你看到当时我的买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有没有 强势股那位站在买方 我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无穷大 这样子一个 几天的时间 1234567天的时间 7天的时间52块啊 7天的时间52块 有很难吗 我买的那个位置点上面 没有人告诉你 法人不会跟你讲 你的老师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他在跌 每个人都觉得说这支股票死了 去这么多他应该要完蛋了 但是就我的角度而言 强势股买在短线上 弱势的时候啊 所以当时我卖掉再279元 获利抽回一半资金对不对 我说我先出一半嘛 因为他会做一个回撤 回撤完了又回到均线嘛 又回来均线 现在是不是又在走高了 他是不是又上来了 所以量占比的角度有多好用 你知道吗 既然这一档股票有资金在买 这些资金没有撤退的情况下 来回震荡整理 你要掌握到买点 你自然有钱可以赚 你自然有钱可以赚 所以到昨天 他又回到了269块 昨天又来到270块了 那你原本233块钱买的 你一样价差40几块啊 40几块钱 所以重点在于操作上面 你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 个股怎么选 量占比的角度 当大量在做进场布局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掌握到主流 掌握到类股轮动 你就能够掌握到台股 未来向上走高的获利空间 所以呢 像立基结束 立基呢 类似立基的走势 还有这档标的哦 还有这档标的哦 过去大家一直都看衰它 因为获利一直在往下做甩退 可是第三季开始哦 获利开始会进入到一个成长的走势哦 整理量出来突破量 昨天带出了大量出来了哦 量占比从400来到100 已经突破均线哦 一旦扣底值向下扣低 均线开始转回上扬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哦 仰镖股赚行 买起掌不要去做追掌 可信派勒 你带我走 我们当座来打拼 感谢大家 记得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纯盛平坢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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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